好了,下面我們就開始,師父就開始回答這個各地公修祖的問題,非常的清晨。好,下面開始答案。 請師父起碑開始。問題第一,我們在一堂最近有很多新活用,也來了很多靈性上身很期待病症的活用。我們不知如何處理,應該如何如理如理如法地固化這些業障重的活用。他們向我們求救,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 這個問題呢,像東南亞這種問題真的很多,因為在東南亞呢,很多人有下康頭啊,有些靈性不生啊都有。 上次我跟李宜已經講了,有兩百多人,師父和師父一起吃飯,然後呢,突然這些,這些故事不歸金,他在,坐在那個女孩子身上,他馬上就爬了,你站著,你不在,你聽到這個事情了,對不對? 這個女孩子,這種事情,以後聽不到之後,第一,你們不要去跟她講話。因為你跟她講話,就清楚你講話。聽得懂嗎?可以,最好的方法,大家集體一起念信心。 她說,她說經理說,原諒她爸,原諒她爸,關心不照,大吃大吃大吃,原諒她爸,大概五分鐘到時空中之後,念,她就會幫她走掉。 你們千萬不要,你們千萬不要像台大一樣,跟她講話,你們受不了的。她一生氣,就善你的聲音。 聽得懂了嗎? 聽得懂了。 好啦。 師傅,這位佛友,當她來到文觀師堂的時候,她的情緒很清晰,她很清楚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叫我們教她選一念經。 念經,那我們是否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直接跟她說話呢? 可以講啊。她清楚的時候,就說沒有靈性在身上,你當然不跟她講的啊。 那鬼上身了,你才敢跟她講的啊。你怎麼會不知道啊?鬼上身和不上身,你應該看得出來的啊。 從經理口不從經理,你看得出來的啊。 來的師傅,還是你老婆? 問題二,我們觀察有一位以前很有才華的同心。但是,後來,她的運動神經緣病,導致後天語言障礙。她會自行調整錄音經文的速度。 平時,用眼和心,跟著錄音,念經和念小防止。 像這種情形,用心肌,用心念和眼念,會有效果嗎? 有的啊,我問你啊,也許不出聲,讀書,用眼睛看,你是會記在導致的啊,對不對啊? 所以當然有效果啦,但是你講念書生意才有效果啦,心念啊,用心在面前嘛,對不對啊? 好的,感恩師傅開示,因一共心主祝師傅保體安康,常住在世,心靈法門如花處處盛開,希望師傅將持我們一年一年的萬人法會,順地舉辦。 謝謝啊。 因一共心主一盡團結一致,同法度人做關心菩薩媽媽的親手經驗。 是不是太厲害了?到處都是大人的法會,明年他們法會有大人的法會。 感恩拿摩大菩薩盃救口教那,廣大靈感關心菩薩摩摩摩薩。感恩拿摩十方三十一切,諸佛菩薩及龍天護法。感恩大吉大悲的如君弘師傅。 第幾代表英國共修組,請問一下三個問題,請師傅自悲探視。 第一個問題,家裡活潮共同香的香灰,是否可以接遠給其他要善活潮的師兄呢?請師傅自悲探視。 家裡,燒香的香灰,不是掉在桌子上的,是要掉在香爐裡的,挖出來接遠給別人,沒有安心。 把師傅自悲探視。 第二個問題,有一些老媽媽想多多參加法會做義工,但是沒有經濟條件,會去跟孩子拿錢。 這樣是否會造成母親葬欠孩子,是否會造成輪回,這樣孩子是否有功德? 記住,孩子有功德,媽媽也有功德,只要是正的,媽媽又不是去古國,對不對啊? 我孩子拿點錢,把他養得這麼大,讓媽媽去做點功德,有什麼沒功德啊? 他只要給,你不能搶。 好了。 教師傅自慰探視。 第三個問題,有師兄之前經常夢到師傅,但是現在夢到師傅的頻率降低了。 但是每天有打算,或者出現魔法的時候,師傅會出現神夢裡。請問是什麼原因呢? 什麼原因?師傅現在越來越忙了。 他有大事的時候,師傅的法神打下去救他。 但是沒大事的時候,我也沒空到大家去喝杯茶。 我要救人了。 感恩師傅自慰探視。 弟子的問題問完了。 感恩師傅媽媽。 感恩師傅。 感恩各位法師和師兄會的住人。 感恩師傅。 你看,現在全部都是小青年。 全部都是非常有文化的。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短。 三世音菩薩。 感恩師傅三世一切諸佛。 以龍堅護法菩薩。 感恩無我利他。 除非注重的恩師。 弟子代表張家港共修組。 給師傅請安。 我們張家港共修組共有三個問題。 請師傅和別猜試。 第一個問題。 在不算福本的情況下。 按照一波,愛取一張小房子。 這樣給自己的藥精者燒送小房子。 當燒完再寫下一步二十張。 這種方法是否適合所有沒有看途層。 不清楚進行藥精者這樣的情況。 百分之八十或是好。 因為只要你做夢做到有鬼子。 如果鬼子追你、殺你。 你就必須讓人二十張小房子。 藍師傅。 第二個問題是這樣的。 對於新國有的, 他當然是做不到吃全素。 我們就勸他不要吃活殺的動物。 那麼他對於活殺這個概念不是很理解。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具體的去舉例說。 你對他說, 比如說冷凍的雲蝦。 本來已經燒好的豬肉等等。 一些不算生殺的動物。 這樣的解釋來很具體。 那這樣的做法是否有理有法呢? 這樣的做法是有理有法的。 小燕師傅。 我們下一個問題是這樣的。 親同修, 有的時候他會問, 他的某個夢好沒有錯。 或者就是說夢好沒有過, 他要念幾遍禮佛。 或者呢, 他的某個歷史不太好的夢境, 需要多少張小房子。 那麼對於這個情況, 我們真的無法確定數兩次告訴他。 說多說少的都不太好。 那麼一般我們就會回答, 禮佛念到心中沒有戒地的意思。 小房子呢, 就分析自己的感覺。 念到感覺好為止, 不停地念下去。 這樣隆重的回答, 是不是有理有法? 最好告訴他, 二十一張。 好的。 一定要告訴他二十一張。 因為七張二十一張, 或者是一個比較普通的長數。 這些數字只要往上翻。 翻到他, 這個事情沒有界定, 不停地解決心中的法案。 怎麽不停。 感謝。 我們的問題問完了。 再次感恩偉大的關系因果上, 感謝。 感謝。 師父, 請你一定要好好保健身體, 我們都不愛你。 謝謝。 最後, 感謝所有的老師們, 所有的異工們, 謝謝大家。 我看你,我看你要到我們正常的做婚姻園 好,下一段 有三個問題,請師父慈悲開示 第一個問題,原來有很多的溫中級同修和佛友 同修發行專門建立了一個溫中化白化佛法區 每天有一位同修在圖裡用溫中化為大家煮一篇白化佛法 有些宗族的同修可能不信能將這篇白化佛法寫不準確地翻譯成溫中化 想問師父這樣是否不如理不如法 怎麼不如理不如法 只要把它翻得對,遇什麼? 要養成溫中的溫中 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對不對? 人家聽不懂,那就是妙法 來,師父 第二個問題,今天師父 我們除了營造和幫助有緣佛友 多看多知,多學師父的開示和相關 鼓勵和幫助他們多參加法會,多參加共修,多做功德 還有什麼其他的妙法可以更快地促成他們的緣分,幫助他們早日修心修集 告訴你的妙法,每星期安排一餐素食,號召大家都來吃素 大家都來吃素了,吃完素之後,一起學,一起修 不就是這樣煩惱嗎? 感恩師父,非常適合 第三個問題 同學問,從風水角度旺台,師父開示 我們可以在睡一晃看不見的地方放一盆水 比如床底下除非笑臉 想問師父,師父盆越大學越多,越能夠更加好的幫助培育 你的意思呢,就是住在船上,就去發台了 哪一間玩笑,神哥沒說好,你人都飄出去 要看的呀,這個人缺水,跟你放水,缺木 家裡木,全部要用木頭的家具呀,去缺金 那這個人要放點金色的東西呀,對不對呀 那這個人缺木的,你也放水,對不對呀 放水要吃孩子,床底下放一盆水 那就是以水聚餐 進門右手邊 大概有三步路左右,放這個鯨魚缸 那叫洪水味,放六條魚,那家裡就會有柴硬 是這樣的,水不能亂放 所以的話,水放得好,那就柴硬 放得多了,那這個煙呀 有金雞呀,荷蘭呀 也單一師父,倫蘭中所搶的分別了吧 感恩,南大慎大悲秀苦秀傳廣辈 There were six to learnt 有私人的背景和伴依靠 perform,好像 Really Đây goodbye 但史唐雅為眾賈特殊于這一個圈 premi 祝師傅一定要保護法體 祝師傅法體安康 紅髮順利 祝師傅八月份的馬來西亞法會圓滿成功 謝謝 感恩大師道在關心服上 感恩採訪問師 請師傅慈悲開示四個分析 我愛華的 加拿大 感恩師傅慈悲 現在我們修學生理法門 以書六道或四六道 清方極樂世界為目標 菩薩慈悲眾生 日後六回 回來祝頌 那時 天時地理就變 促起文學生理法門了 假如 迷失成文 文不出了怎麼辦 現在就有這個想法 是否就說明了真好沒有總算活動中心的進行 現在 你剛好學 你就等於想去做出中生 這個想法實際上 應該說 出發點是對的 但是會切合實際 一個人還沒有受到佛大的境界 想到進步將來佛大的境界 應該鼓勵 但是過頭了 那就叫汪流 所以很多人在許願的師傅說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說 我以後有錢了 我會像誰誰誰一樣 我來幫助別人 我來怎麼樣 怎麼做事 對不對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要實施在家 你記住了 先把自己修到天上 修到佛大的位置 然後再想到 到天上以後 我要下來度人的事情 明白嗎 現在三秒畢生 雙眼之前是小房子 那打課卻也強忍著 只不過手上有記住氣 好像還是按著 隨便也念著 好像睡了一下 做一份人清醒了氣息面 那麼 打課明實驗的經文能點到小房子上嗎 你打課睡著 你念得是小房子打 你先給我聽聽看 打課睡著就叫我講你了 就念你給我揮揍 一個課心打下來 小房子點 全部點完好了 你看什麼one show 好了 隨著收心收集的結論 越來越感不舒服 台長吃個珍貴和不同凡人 越來越收出敬虧心 實質負責等著台長 順便台長 有時想得特別訪問 有時憂鬱 這種情形會議台長感知嗎 會議台長審訊不許長嗎 你這種情況不是你一個 沒關係 你的心靈想 我沒關係 你說你們大家一起想 把我想的憂鬱了 我算你有本事 聽說懂嗎 小姑娘好好的想 不是想台長上班 我想台長的情緒 就想台長那麼辛苦 你們比較重要付出 你懂得懂嗎 郭小姐 沒有 節目中有些同學會的問題 問的問題都很接受生活 我們都在受益 台長師傅也很高興 提到這些 最好專業的同學們 如果問的出問題 就像同學好媽媽一樣 就是一種對專師名同學 被學校轉身的心 只知道面對沒有問題問題 這種人受益會有可能 有多少同? 沒有。最近有很多同,有的人他是法務司,有的人是無畏務司,有的人是財務司,都可以。 這些人經常通過,來問問題,幫助別人。 而他就是通過念經,渡人。他不一定問問題,他也叫身心,也叫念經。 謝謝。 為師父一年四季傳送台版的全世界討論。 感恩南無大苦大悲,救苦救愛,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摩摩善。 感恩十方三世世諸佛菩薩及隆天護法。 感恩大苦大悲恩師盧君弘財長西夫。 感恩法師們,以及全世界的佛友們,義工們,弟子代表江蘇蘇州共修所,向師父提問一下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同學友,認婚師觀念人,他是全宿了,是否可以吃生他的藥酒。 你記住,如果酒沒有讓你醉,沒有讓你上癮,如果是輸了,治療身體不夠快,應該他已經是為了藥,應該還是可以吃的。 感恩師父,準備挑食。第二個問題,廚房的隔壁就是衛生間、洗菜、燒素食等時間,是否可以在廚房面積? 在廚房面積? 最好不要念出聲音,在心裏面好一點。 不過念出聲音就不是太好,影響氣場。如果你是燒素菜,就沒關係。 燒昏菜,我就覺得你,你對這四分鐘十五分鐘的事情,就不要再電了。 感恩師父,紫悲參世。第三個問題,這一程只有夢到大家在教室裡上課, 看到畢童修的廚桌抽屜內,滾出一瓶酒,名字叫石劍。 後,A童修又夢到畢童修駕駛車上的十二分鐘,全部叩光。請師父祈悲開始。 已經半世的童修,如果不見煙酒,繼續抽煙喝酒,棉花是否會掉下來? 不,很快,三個月,我要把你喝下來。 記住啦,抽煙喝酒,絕對不可以。我問你,抽煙比人嘴巴臭不臭? 喝酒的人嘴巴吹不吹?所以你常常看,你眼睛跟菩薩講話,你說你的嘴巴臭得不得了。 你看看,抽香,香是香的,對不對啊?菩薩才來,菩薩到哪裡有腸香味,對不對啊? 我們酒鬼到哪裡有酒味,對不對啊?所以你說,這些人可能會有計劃是哪? 所以你說,這些人可能會有計劃是哪? 是啊。 蘇州無望。 趕而師父慈悲開始。我們江蘇蘇州後修復,全品從修一定,正信正念,尊敬守法,愛國安慰,堅定謹隨觀世音菩薩和師父的不死法。 學習關心,禁榮和師父無人代,同體大悲心神,真修實修,一門心情又不退職,誰很深。 好啊,很清楚。 這算是會照管的那麼短的嗎? 感恩南某大旗大被救苦救難, 往大臨口,冠軍菩薩,摩河山。 感恩朱隆天呼喚,菩薩, 感恩十八分之出國菩薩, 感恩大旗大被救苦救難, 無我的他,我小命紅髮的農家仲才感恩兆。 恩兆在這裡。 嗨啊,你好。 一起再請相親父親。 謝謝。 您是今天代表高人高, 再來大高人高, 風先生主,請師父,請便開始五個問題。 謝謝你。 謝謝你。 第一的問題是, 同心問, 從法過程中的心態, 如何把握, 想著眾生成就我們, 給我們周公得的機會, 我們要去除奉告我們, 對他們的不認同, 不認同, 不理解, 我們不放在心上, 不知人化, 這樣非常, 請師父請便開始。 師父, 救人, 既然能夠忍耐, 能夠忍耐, 就是要能夠幫助到別人。 不管別人說什麼, 講什麼, 都要好好的聽。 因為你想助他, 你就要有耐心。 因為你想成就他的善心, 你就必須要有耐心。 所以你耐心, 就是忍耐心。 不管他說什麼, 只要能夠把他救上來就好了。 當一個人在水中, 在馬上就被水淹的時候, 你不管用什麼方法, 不管他怎麼樣, 他說我死吧, 我不想上來, 你也要講大話, 把他拉上來。 這就是, 無我利他的情勢了。 請問請便, 請問請便, 第二個問題是, 同修問, 每期在法會, 我們都把自己正在上, 祈求佛菩薩寶, 加起自己的任何蓮花, 這樣如理如法嗎? 請示不及。 對不起, 我幹嘛沒聽清楚。 對不起。 第二個問題是, 同修問, 每期在法會, 我們都把自己正在著, 請求佛菩薩家庭, 提起聖和蓮花, 這樣如理如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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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問題是, 同修問, 在便宜雙雙雙禮佛, 或緊急求助, 或法會聖場, 或佛課留言, 或師父通電話等等, 不同的情景下, 被關心菩薩的請求清潰, 如, 清洗一 elim 器官犬, 其中心悟悲祂的請求清潰, 如, 故 senhor女、 非常好。 進入彈埃, 我的生日民眾 Broadcast風, immune帛法. 進入彈埃。 進入彈埃。 南無關心菩薩媽媽 關心菩薩媽媽 菩薩媽媽 媽媽 等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張佛總統還是精進總一千塊 呼喚基因菩薩以信封信和誠信 請求我請零三次 他讓我們法喜聰吧 你記住了關心菩薩是大慈大悲的 大慈大悲什麼呢 他不會在乎你們怎麼稱呼他 他只在乎你們的心 好好的慈悲對他 一個稱謂菩薩會不會喘下意 就是你們叫我一樣 有的人叫我盧台長 有的人叫我師父 有的人叫我盧隊長 有的人把我名字都叫錯了 叫盧洪軍 那我更好了 無所謂 只要你們好好結佛修心 我都很開心 你明白嗎 明白啊 謝謝 第四個問題是 彭先生問 我們要吃服 衣服或者福補在家穿 或者穿在旅餐 會不會影響運程 請師父指揹在線 現在呢 實際上呢 我覺得呢 福補在衣服的計畫 他就不要穿了 因為在二十年一世紀之後啊 實際上人的生活條件都很好了 有的舊衣服呢 真的不能多穿 人衣服 跟你們講 有的東西呢 比方說 你去買回來 或者是新的 當然就可以做得好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如果你無不紅紅的話呢 你確會 對你應徵 有的影響 我問你一句話 新的服穿著輕嗎 是不是感覺很心啊 對不對啊 你穿得破破爛爛的 你別這種破破爛爛 你告訴你就是他的西裝 你的心裏面 還是有點破破爛爛的 不敢見得 你覺得自己好像衣服穿破爛爛爛 人家不能比了 會有一點自尊心的受傷 實際上在去 在風水上面講的呢 像我們就是說 不能要太重 新的是正能量 不能讓我說 我舊的人家都不用的東西 對不對啊 所以呢 頭乾淨一點 好一點 料子 不要買了菜是好 一般的主要不夠 好好的煮就好 那你說是不需要嗎 是需要嗎 第五個問題是 若人都不能在本地放生 幾人打款會到外地麻煩其他公信主幫忙放生 那放生的三思 財不虛 法不知 五位不虛是不是 只拘定了財不虛 請信不信被開示 他的意思呢 因為當場去不虛呢 是財不虛 法不虛 五位不虛 就比方說你自己花錢 那是財不虛 買了魚了 你把他去放掉 那是五位不虛 那麼你這個行為 讓大家都看見了 那就是法不虛 那麼今天你叫別人去放 是不是你只有財不虛呢 第一 人家去放的時候 有你一份嗎 有你一份的財不虛嗎 有你一份的財不虛嗎 你今天不給他的錢去買魚 你就不能成全他去放生 這叫無謂不虛 對不對啊 第二 如果你今天成全他了 你讓他幫你去放生啊 讓別人更多的人 然後就在一起去放生 是不是也是法不虛啊 所以你只是財不虛多一點 法不虛還有無謂不虛 比較小一點也去無知啊 今天 現在 今天我請去看一次 我自己在一起周西夫 法體安餐 長久 長久做事 紅髮設計 度盡有緣 法體充滿 苦度慶重 我们奥兰党共修主会 精进学博 竞争基督教会 精进红法 广度有人 让心理法人计划 派对过来吧 师父 我们想你 我们爱你 我们心愿无法 在奥兰党等着你的道理 也欢迎全世界设备的新宗 所有全来助你 好可爱啊 我们中国大集大人 修普集大广大领导 关心佛教博和赞 我们龙天呼马不赞 我们十八三天 中国不赞 南醉大師大圆 庆浪教博 五我立刻 神尾红法的 broad 不赞 太大 Vitamin 哈 南誕大家 哈 小ủ 李大感赛 他们很纯吉 最近修到后来 人就变得越来越纯洁了 我给人家争动 人真的很好 感恩老牛大石大碑 救苦受难 广大灵感 关心不上 感恩不我 利他 安心 无尽不怠达 广东中生股有四个问题 请师父持续开设 第一个问题 大家搜寻最大的阻碍 主要来自家人的不支持 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需要缓散 另一方面 在这个过程 也是提升自己锻炼 妙法 修行的好机会 这样的经历 也是磨掉自己信念的过程 洗食物是在开始 所以说呢 修心呢 总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 这个呢 是一种增上缘 因为呢 有很多我们的朋友 开始的时候呢 先生都不支持 有的是太太不支持 他呢 就自己坚持 他觉得自己的缘分不符 没有把先生度到 觉得对不起头上 他就天天地加紧做不得念经 而且呢 把自己呢 变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头 不讲 不吵架 回到从来不骂人 因为他做 先生骂他 他也不喊口 时间长了 先生说 诶 我特别真的变了 变了一个很善良的人 先生就慢慢地回 陪着他去修了 实际上 在度别人当中 就是在重传自我 神经的大ставля 第一个啊 当然师父神队开释 第二个问题 只想念法 离广中辉尚 第二个问题 师父开释过 财不失 法不失 无危不失 三次交代一起 功德会很大 請問師父,許願、念經、放鬆、度緣,是不是這幾個功德一起做,功德還更大、更絕快,也更容易受傷呢? 請師父。 那當然了,比方說,嘴巴你說好的話,對不對啊? 那如果你的行為上又去做好事,是不是更好了嗎? 老子是一個想好的事情,對不對啊?你比如說,啊,我為國家要做一點好事,做個勞動模範,然後呢,又拼命的去說很多的好話,讓他加大勞和斗力,對不對啊? 然後呢,老子一想呢,我怎麼樣去幫助更多的人,那你不就是為了一個功能嗎? 第三個問題,自然來的,自然來的公司已經擁有了,或者是誰員? 那些人把自然來的公司都攝取了,比如說婚姻,這樣問是不是誰員呢? 其實,隨員不是說叫你所屈,實際上隨員是什麼呢? 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這件事情做好,做到誰家沒辦法做好了,這才叫行員。 並不是說,我們今天學佛了,把將士都去啦,把將士都去啦,那你要花很大的力量做得到。 法師們就是說,我為了成全我心中的佛陀,我自己今後的,自己身心的果位,他們可以把家手去,所以他們出家了。 而我們現在呢,又有家,又有自己的,啊,上有老,上有小,怎麼樣在家修行,把居士心修好。 所以呢,隨便並不是說,我隨便呢,你給我白白了,我去給我把家也不要了。 不是這樣,好好的愛一下,把家裡人弄了一體一批活,家和辦事心。 如果實在人份沒有了,那麼,盡自己的努力去保持念經。 實在念到後來,不能讓他跟你一起生活,那你其人誰員? 懂了嗎? 我,那我,很快的,感恩師父,實在太誇張了。 第四個問題,師父,你去看福島的師父,看到有些是昭略的民視, 比如說參觀博物館,為避免這種不必要昭略到的情況, 我們可否這樣分手,補哪起仇,我們能越在,自己的盡量場環, 請圖上保佑我,避免遭遇到不必要的月代快靈性。 誰會說,可以嗎?請師父,直飛開始。 實際上,單單說是沒有用的,一定要嘴巴裡,到這種靈氣孔中的地方。 比方說,四月份,我們去上那個掃墓。 我們墓地呢,變成都是那些坊,這個地方呢,鬼刻靈活。 我講給你們聽真的事情。 一個老媽媽,是一種武漢人,就是在墓地上走了一走, 我們到家講了一口廣東話,從來不會講廣東話。 而且,說了一口廣東話,後來她的一個子女,在廣東念過書, 才給她搬住,才知道這個人,本來是死掉的,還在那裡的魂。 像這個老媽媽生了,講她自己怎麼樣怎麼樣的過去。 所以,因此重的地方,盡量少去。 去的時候,讓這條理,肚子裡面,大背後。 這樣,就不會上一個腎了。 也用不著去,馬上跟菩薩講啊。 而我要笑,而我要怎麼樣。 不要整,心裡過多的念就可以了。 所以,廣東話,阿福大,展恩師父,十六太世的功能。 廣東公所族的四個問題,共亂往說回來。 廣東話,大師大夫,經歷就讓廣大靈感,關世音菩薩。 廣東話,立大恩師,盧尊門才講。 廣東公所族的四個問題,共亂往說回來。 廣東公所族一定做好關世音菩薩的牽手牽點, 跟著師父,跟著關世音菩薩和師父,精進修行, 迎手建立,廣度有人,擁護誰見, 儀式修成,報復啊。 是,是。 最後,公中安息,馬起安康, 常鋪人間,助助眾雙,同法聖命。 是,是。 大恩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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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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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台長太平先生 謝謝 弟子代表新加坡共生主 向師父請教三個問題 新加坡 第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惡人 只是想提升自己的 人際關係 可以近期的唸一些 跨越學的小馬子嗎 請師父自備開始 可以 第二個問題 我們在舉辦分享會 所訪會時 如果遇到困難和阻礙 我們想用自己的功德 來啟程 應該用多少的比例來求 會比較合適呢 請師父自備開始 如果你功德很大 你可以拿出百分之五 十五 可以 有些人提媽媽說 我們工作方便人 有一個朋友 她媽媽三次經濟幾整次 她每次拿出百分之五 她媽媽就不一樣 三次 所以呢 有時候 你功德大 百分之五已經夠了 你功德小 百分之十啊 二十啊 但是我一次跟你們講 不能超過五十 超過五十 你自己馬上就被打開了 明白嗎 師父自備開始 第三個問題 有一些老同修 修了很久了 也是一直有在做功德 可是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 認為自己不能夠一事修成 如果一直有這種念頭的話 該如何調整呢 請師父慈悲開始 盡量鼓勵 就像很多人這樣 坐在面裡 很多爸爸媽媽坐在面裡 聽著說 我活不長了 我不會很久了 孩子怎麼做呢 應該跟爸爸媽媽說 爸爸 你放心 圖上會保佑你 一生是最好的 你相信 你一定能活上去的 我們孩子 他等著媽媽照顧我們啊 我講 都鼓勵他 給他增加信心 人需要 是靠人的幫助 一個人 能夠有 所有的人的幫助 他會增強他的正能量 所以 我們要有信心 戰勝 人間 一切的困難 和煩惱 男師父慈悲開始 感恩大慈大悲 關心圖喪 弟子恳請師父慈悲加持 我們新加坡 2017年 6萬人的大法會 順利舉辦 他們 他們有信心 你們 他們那個 國家體育報 新的 車輪變小了 6萬人 所以 好好努力啊 人是不成問題的 這幾個問題 你們要怎麼樣 多度 有人做事 讓他們看看 我們華人的力量 讓我們在 華人在世界上 擁有更多 讓我們華人出來 給國家爭光 給 全世界的人 你們看看 我們中華民族 是最有智慧的 楊安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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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念经 但心里一直出现害怕恐惧 想放弃 不想渡他的心态 后来只好将重症患者的案子 转交给其他功力较强的师兄 请问师父 当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菩萨是希望我们坚持不要放弃 还是认为我们要量力而为 请师父自备开始 对不起 你们这个问题很好 实际上菩萨 你们要带我的 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尽尽全力去帮助 当我们感觉到不能够帮助他的时候 我们找别人能够帮助他的人去帮助 做一种要把菩萨都会怪我们的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从修小孩现在三岁 胆子较小 很怕春宠 怕黑 师父曾经开始 多为孩子念大悲咒 可以增加小孩的胆量和阳系 但只要同修 多为小孩念大悲咒 小孩就会流鼻血 请问师父 给小孩念大悲咒 三领和争夺数量 请师父准备开始 这个问题告诉大家 大悲咒的能量非常的大 一般的小孩 如果你妈妈的念法很重要 如果你只是说给孩子增加能量 增能量 但孩子不要生病 你可以慢慢念 请订阅 请订阅 我的大悲咒 就这么念 你明白了吗 如果有些人把大悲咒念得很严很重 这个就除了容易一点了 小孩怎么不出鼻血呢 当然就会出鼻血了 谁都懂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从这样一个经文 就像你讲话一样 你说你好吗 这句话好几个人一直在里面 如果我今天是真的跟你很好 你好吗 对不对啊 如果我今天不喜欢你 我有一句话很好吗 是一样吗 感恩师傅 第三个问题 有些法门将金融回向给利贷的冤心债主 就像捐钱给全世界的人一样 每个人只能分到土豪 而心理法门是用小房子 偿还债务 超度宣传的连性 及消除业障 请问师傅 小房子是偿还前三次的债务 还是只见闲适军生 请师傅慈悲开示 实际上 人有两种境界 一种境界 有钱的人 他可以捐给红十四位 捐给实战机构 因为初有几年 而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的能量不足 我们用的小房子 根本不可能 只捐给那些大的物贵的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谁能赶到地狱里面去救悟鬼的 地藏王菩萨 不是我们不一样吗 人家地藏王菩萨是佛呀 我们是什么 对不对啊 想冲 想冲 想冥大 我们念小房子 先化解自己身上的冤解 然后 先救自己 才能救别人 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你怎么去救别人呢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感恩师父自备开始 感恩掌握大自大悲 救苦丢满广大灵感关系 菩萨和河上 感恩大自大悲 吾我令他如君货恩时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中国菩萨和龙天赴法 玉族师父北美无常法会 人们胜利 感恩师父 好 谢谢 他们美国每一个州 都有我们新名掌门的共训会 他们学得很厉害的 所以师父一定要好好 跟这个新名掌门 这个通话 通话 通话 传选